這件事情 幫我們找到了這個很好的出版社 四行文化 在他旗下的天運出版社 出版的這一套文學大作 也要感謝余大姐 她在身體 開刀的情況下 還每一個字每一個字都幫我們交對 不只交對一次 所以這套書 是獨一無二的 新的修訂版 裡面還有她新做的 字序 接下來我們就把時間先交給余大姐和余大哥 來先簡單的自我介紹一下 你先講 不是 我先把你弄麥克風 我先把你弄麥克風給我請 請 你要坐著講也請 我先站起來 我的胎兒站起來高一點 我十分感謝今天看到這麼多來賓 外面是 又是風又是雲 這麼冷 台灣現在這麼冷 他們說你運氣了 所以我感謝你們 來 我第一 這個行程你們聽見嗎 第一 第一 我要感謝 我要感謝我的出版人 你想想看 在現代這個時代 幾乎年輕人幾乎不看小說了 他們有勇氣 來出一個八十多歲老太太的 四十多年出了名的書 我讓出一本 出十八本 這要有多大的勇氣 後來我看見他們我才了解 別人都是年輕人 小胡啊 小黃啊 都是年輕人 有年輕人 在有這個勇氣 所以我是要感謝他們 將來校路好不好 他們有這個勇氣 所以我就說 讓我最近再了不起 第二 第二 只有我講話 第二 我其實 要提出幾個人來課 他其實還沒有來 像英永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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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像其他的人 七十年代左右 回到台灣來 來幹什麼 真正的是為人民服務 你看像他們這兩個 別的人我不知道 像他這樣回來的人 還不少 對不對 英永鴻 在美國是有工作的 英永鴻 在菲律達夫亞 最好的一個報紙 做記者 他決 馬上放下身邊的一車 到台灣來 就是要不要台灣 勒得到 讓大家不要欺負他們 我一會兒就沒有回來 一旦讓我寫 不跟第一半 我就 為什麼我不回來 我就是貪戀 美國那種 不用fight 不用struggle 很容易的一個life 這是我的落點 雖然我已經寫了很多說 我當然也有一點點貢獻 可是跟他們比起來 差得太遠了 像他們這兩個人跟其他 大家拍手 我現在是講他的好話講 我們兩個人是有絲綢的 他覺得我從小我就虐待他 這個虐待的細節 他一定會告訴你 他已經寫了文章 已經告訴了大家 我怎麼樣 虐待他 我可以舉一個例子 我那個時候 台湾剛剛進去 剛剛交男朋友 我媽媽不喜歡 我出去交男朋友 所以我男朋友來的時候 也不敢進來 小時候我媽媽很兇 你的媽媽比我媽媽偉大得多 我昨天看那本書 真了不起你的媽媽 中國女人真了不起 中國女人就像本婦一樣 They will, they will ban, they will not break 我們都可以做到這一點 你說是不是女方言 對不對 我媽媽聽著外面的口哨的聲音 就想說他不敢進來 我媽媽很兇 然後呢 我媽媽就叫我 是給我小 我們兩個差了十多歲 十多 多長我不能講 叫我 是給我地理學長 她在六七歲 我六歲的樣子 我就扭她 我把所有的記錄出來打承 我是家裡的老大 然後有妹妹 然後有四個弟 我跟我弟弟都很要好 我最要好的就是我的三弟跟我這個小弟 我們後來 三弟在這個地方 我們 各位好 各位好 請你暫時來一下 這位我們三個台大人 我們三個台大人 另外你不是 所以我們特別 你叫上天要看嗎 我弟弟是法學院的 他這嘴巴是這麼講 那比英文法厲害得多 他是法律系的 現在要講什麼了 接下來你還要感謝 除了我們說 感謝你民工以外 除了我以外 在座還有哪 我想有難應也是 我就講了 太多了 太多了 他演的 對 演的 他是一個很年輕的時候 就跟我認識了 對不對 我還在排大的時候 你的粉絲呢 他給我最近 你看 最近要出一本 我出什麼書啊 還在看藍圖 還在看藍圖 出一本書 那是 影帝 裡面有影帝平衡的文章 所以你們可以看 影帝的文章不是最好 可是它滿實在的 再講一次 我自己教得最更多的人 首先我要向我今天 這個場合裡頭 真正的主角 余梨華 女士 鞠躬 要是沒有今天 他的發表會 我 以我自己的個性 我是不會來 複忌 來做發表會的 配角 而且一方面 我今天是為撞他的膽 我每次在重要場合 我的膽量會忽然大小 平常膽子很小 我的好幾個好 你要好的朋友都曉得我 你要好的朋友裡頭呢 今天做了兩位部長 前部長 一位 是管我們 大學教育的 教育部長 黃龍春 黃教授 另外一位 是管我們內政 管的 不怎麼樣 非常有名 李鴻元 李教授 今天真是一個 我們至少瑜伽一半的人的榮耀 能夠有三位的台大人 坐在這個地方 由大家來 為我們祝福 我也為大家祝福 所以也是這個原因 我請了我們台大的 現任校長 楊半遲 一會兒 當他來的時候 講幾句話 我們台大裡頭 還有一位重要 第三打手 第四把手 總務長 王根樹教授 為什麼要特別介紹他 他在土木西的時候 先是我的指導同學 然後 他留學的時候 到了余立華女士的 當年的先生 做校長的 蘇寧 去念了他的博士學位 也是因為這一層關係 他今天才做得了台大的董物長 我十分感謝他 他今天照顧台大的內務 照顧得非常好 我們有什麼complain都跟他講 我也借這個機會 我也借這個機會 講小巧的一段 各位 如果經常到台大校園去玩 要感恩 因為台大校園不是大貓公園 它是一個學俗的殿堂 最重要是要寧靜 這是我們小學的時候 旁邊的招牌 靜 這幾個字 可是呢 台大校園自從 有無理政策了以後 所有的外界的人來了 他們都到校園裡面宣寒 跟我們所認識的外國校園 歐洲的也好 美國的也好 不一樣 別人想到史丹佛去 或者到比利時的魯文大學去 你就可以感受到那個校園的寧靜 以及在這個寧靜氣氛下面 所培養出來的國家的人才 所以呢 也借這個機會 我代王根蘇總務長 跟大家要求一下 以後 你們自己 或者你們家人 或者你們的年輕朋友 到台灣大學去 最好 保持寧靜 玩是玩 而且 你即使不樂的話 也請你玩完了以後 捐一點不樂之捐 因為你們會製造垃圾 會製造校園警察的一些麻煩 或者多餘的事情 所以這是 你們可以想像 我是真正的台大人 我還沒有講自己的書 我先為台大人講話 對不對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今天在做的呢 剛才我們 我大學介紹 比我會講話的多 法學院畢業的余中華先生 他今天不方便講話 因為他一講話 你們就得了他的感冒 所以我們今天解放過他一次 更重要的一位 是屬於 我們余立華女士的 上任婚姻的親戚 對吧 你有沒有下任婚姻 我就不曉得 他是他的舅媽 朱文森博士 哇 請大家 他跟我講 他說 舅媽什麼時候來 一定要告訴我 他因為他要 從大陸飛回來 或者是屏東飛回來 幹嘛呢 他在這兩個地方 做了非常有名的 有機農場 你們今天很可能吃到 從上海來的菜 都是他種出來的 小弟 我能不能插一句 可以 朱文森也是 one of those 他在西亞特 Washington University 已經做了Professor 他快 跑到台灣來 為人服 為人服 我跟他 我跟他的舅舅 靈魂了 這麼多年了 他永遠叫我舅媽 也永遠叫我舅舅 因為他叫我Uncle 連同我們的李弘元教授 因為當年在苦木系裡頭 是跟他兩個和尚 和尚團的 他也去叫我Uncle 不得不唱 我就是Judger 因為他 因為他 一張眼睛很黃 所以我給他 起了一個歪號 叫Shifty eyes 他看著如何 我們今天 沒有預先預言雙黃 都是臨時起義的 我在這裡講話 原因是因為 楊小長都還沒來 我不得不 做一點 工作 今天我們本來 就是一個歡樂的場所 雖然我們都是老年人 在出書 其實我們這個書裡面所記載的 其實今天是一個舊座發表會 我也是舊座發表會 我雖然只有那麼101本 姐姐的18本書是從26本書裡頭 濃縮出來的 改正過來的 他預備 數下他個人的一個里程碑 所以這是對我們自己家人 私下來講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面 我們也很樂意 有這樣一個重要的一面 好,好像有客人來了 楊小長是我們的學弟 楊小長是我們的學弟 所以我們 尊敬他 是個校長 如果說是以學兄學弟來講 楊學弟 謝謝你的光 楊小長 楊小長我非常恢惑他的地方是 台大歷免來那麼幾任校長 最有親和意的 我自己的感受 是楊教聰同他 跑不了第一名的位置 那 據知他還不到三年 可是我們希望他繼續 再留下一任的幾年 不曉得可不可以 他因為下午要趕去中演員的名義會 所以我們特別要求他 能不能夠到這裡 Drop一下 Drop by 能不能講幾句話 因為我剛才講的 余麗華也好 我的哥哥余忠華也好 還有我本人小畢也好 我小畢還是你的大哥 我們三位都是台大畢業的 所以既然是台大校友 所以特別就恭請我們的楊校長 在開始之前先講幾句話 我應該在這裡 我應該在這裡 我已經很久了 那您之後呢 我們請英靈彭女士來支持 那英靈彭女士完了以後 我們會請余淡英小姐來給我們講幾句話 那我們接下來還有排列的名單了 那麼沒有在名單裡頭的 他們可以上來預備要選我的 有黃榮春 有黃圓 還有我們最好的 我不敢 我不敢 那其實今天的主持人 是傅麗玲女士 我們還沒有介紹 她也是在台美之間飛 她是上一屆的北美作協的前會長 是不是 各位好 我是傅士林 我在2007年才搬到美國去 拜那個教改之次 我帶13歲的兒子到美國去讀書 然後就她多數時間住在那裡 那我是前一任的華補作協的會長 因為這樣子我才認識余大姐 她幫了我很大的忙 是我們有一個寫作工房 她是我們的老師 為什麼會出這個精選集呢 是因為上課需要課本 我們發現我們可能買不到她的書了 所以我才開始去接觸出版社 那一開始呢 其實是台灣商務要幫我們出這套書 後來就幾經波折 我們很高興我們有了一個很棒的小出版社 那世行文化她是一個以學術書籍為重的一個出版社 那我們很開心的是 她竟然也有一個純文學的一個出版公司 因為余大姐的書寫在50多年前 那她總共的作品大概有800多萬字 其實她沒有出版的我覺得也差不多有這個數字 因為我看過她很多手稿 還有她寫作大綱 那我一直在遊說她要把它出版 她有點猶豫 所以現場如果大家覺得她應該寫作出版的話 請大家熱烈給她鼓掌 余麗華明天後天我就會陪她南下到台灣文學館 她會選證她的部分手稿 到台南的我們台灣文學館去 至於她有沒有繼續寫下去 那你們放心好了 以她的經歷我看再寫十年都沒有問題 那剛才我大姐她在介紹的時候 希望我不要說出年齡 可是呢我就怕大家反推下來以後 說不定我還沒有出生都不一樣 還在母親的肚子裡面 那年齡不重要 真正重要是心態 我能不能猜一句 我現在要講一句真話 我騙了我的年齡 我是1949年新台大 1953年出國的 我是11月28日生的 過了一個月兩三天我就變成兩歲 這是中國年齡 這是中國年齡對不對 我出國的時候 我applied passport的時候 我就非常不甘心 我說我明明沒有 我明明沒有像她講的那種 我就自動地檢了兩年 所以我是1929年出生的 我為了這件事情 被我兩個弟弟不曉得取下了多少年 所以我欺騙人 可是我說我真正地放起來 我是這個 不應該我兩歲 我只有一個多月 對不對 這一次就把這個事情才切到 我85歲也好 87歲也好 反正我身的年輕就夠了 我家的六個兄弟姐妹分成兩個系列 一個系列 像以余地華為首 是屬於鬥雞的性格 另外一個系列 以我為底 是被鬥的系列 所以我們很高興 能夠有今天起來一個場合 我們除了 等一下呢 幾位支持人完了以後 也許像余地華他一定 對他的已經出來的四本書 有他一定的感想 等一下呢 就請他跟各位的讀者 重溫 一起對談他的一些感想 今天時間也不會拖延的太長 總之我們支持的人 我就汗毛淋淋的在等著 要預備批評我的 什麼時候上台就是了 那我們首先還是按照原來的排列 我相信楊校長他已經休息的夠了 而且他要平議會馬上就要去參加 我還忘記介紹我們皇宮所的所長 馬洪文所長在這裡 他是民國五十四年的 跟我就有二十年之隔了 不過在心理上成熟度上面 他比我還要成熟 好 我現在就請楊校長來給我們支持 我們講座 謝謝 學長 各位全隊大家好 真的很高興 又好像找我們時候 其實他們是我們退休的老師 他在讀書 然後完工退休 他跟我談說 他解決是英法 其實是 舊書在新出版 因為很多裡面的文章 你知道我們小時候 都有看過 不好意思 對啊 其實應該是 同時那個年代 那時候 那時候 初衷的時候 那時候看了一些東西 沒有透過年齡 真的很高興 然後看到這些文章 能夠再重新出版 讓我們年輕的這些朋友們 可以再來看看那時候的 其實我們這些老朋友 回想那時候的那一陣子 那一段時間的一些心裡的感覺 還蠻有感觸的 真的蠻有感觸的 真的 很謝謝你們 也真的還要再多寫好幾十年 好幾十年 對 謝謝你們兩位 謝謝 特別是 又華也出了很多 對我們環保很關心的一些事情 其實我們都覺得非常非常重要 那時候那些感覺 其實對我個人還蠻有一些影響 我其實是一直覺得說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們不能把我們的地方弄得更好 為什麼 不能回來把它弄得更好 這個也是自己 閉眼車自己 希望把有一些事情 裡面有什麼做不到 那就我們來把它做好 那真的是 有受一點那種 那種影響 刺激 真的希望你們 多多 多寫幾十年 讓我們有更多更多 更多更多這些回憶 好謝謝 楊校長楊世一會兒 還有事 我們就 大家原諒你 提早的一些事情 那接下來 我們也要 抬出一位 前輩人物 音韻彭女士 她 謝謝 大家好 其實我非常高興今天能來這兩個場合 那我還記得 我第一次認得 林立華女士的時候 那時候還是在美國當記者 然後我就用我的放假的時間 就要去寫一本書 一系列的訪問 那後來那個書叫做 《中國人的光歸》以及其他 其實我就找說 在各行各業裡面都有出人頭地的人 那他們是到底是怎麼做到的 那他們怎麼看 其實 其實我們那個出發點 剛好是跟 有一些女士說寫了一系列的書 那時候都是說留學生 但大部分留學生就是五更的一代 然後心裡面很不安 在一個陌生的地方 吃到很多的苦頭 那我就想說 其實的確 尤其學文科的人吃了很多苦頭 但是好像也有些人做得也還不錯 那這些人是怎麼做到的呢 其實它的出發點是剛好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切入 那裡面當然就訪問了 那我記得我還坐歸航 bus 坐了很久 到那個從克德菲爾到Albany 然後魚利花行事就好像是紅色的吧 紅色的一個小的Volkswagen 跑到車站來接我這樣子 然後就是非常開朗真的 那我也就後來寫了一篇文章 用見魚利花 總共其實我們也沒有見過太多次 對對對 對對對 那我今天另外我覺得非常應該說表示佩服 剛剛也講過了 除了有很好的作品 但是也有這個出版社 剛剛提到的說 很勇敢的要來出這套書 我覺得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覺得我們在這個社會裡面 常常就是歷史就斷成了 其實是很簡單的 就十四年五十年的東西 然後大家都好像記憶也變成空白了 那我想有這樣的書的出版 就是在1960年970年 大家都在看著書 重新出版 其實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讓我們把這些已經空白了的記憶 把它再連接起來 歷史我們也把它重起來 我覺得其實是一個很有意義的事 那我希望大家都看 然後到處推薦希望更多的人 我想我們這個社會現在需要一個大和解 大和解包括時代互相的了解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他有這個 對對對余後髮的書 關於保安保安有時候會覺得 40年那不是這個問題怎麼還存在呢 有的時候我們做記者 天下雜誌報導 很多人說 是不是30年前的報導 怎麼現在還是這樣呢 不過我想我們都想持續的不斷的禮遇 所以說不定繼續努力的人都肯定會改善 雖然校長也覺得 那恭喜兩位 會重新出版 希望大家可以跟朋友們介紹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的天下雜誌以及其他系列的弓書 都是台灣 林吟有意 也都要特別感謝 英語是多年來 多年來 辛苦我們的經營 她剛才講到說 余麗華當年的代表作是留學生文學的領頭燕,一點都不錯 他也創造了一個無根的一代,或者是絲根的一代 類比海明威當年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講的是什麼的一代? 失落的一代 那可是在我們部分人的感覺裡頭 台灣近年來這個社會,我不用做留學生,我也有無根的感覺 因為有的人我講了幾句話以後,他就說你不愛台灣 所以這種 comment 真的要務必要特別的謹慎 因為商人之勝,莫之為勝 這個是我們整個社會希望未來的或者現在的作家多些些 目前是怎麼樣子叫無根的一代啊? 我們在大陸無根,在台灣不受喜愛 那我們到美國去,又是一個移民 那這樣子確實是蠻淒慘的境界 我們不要讓這種境界繼續在台灣存在 這是我以上由衷的一個期盼 好,主事太小的話會被罵 我現在接下來就請我們的余激聰基金會 文教基金會的這個負責人 帶領人余帆英女士來講幾句話 我們再見 好多艾利和好朋友和余激華的聽者 我不是台大人 但是就是因為我不是台大人 那我在日本念的大學 那個時候從日本回來 那就看到了余激聰儀這個書 那個時候的《中國時報》只有三大章 余激聰儀讓我到很多小巷子去找很多的回憶 讓我覺得我曾經漂泊在國外 曾經在日本要多想台灣 那個時候讓我跟我父親講 我可以不可以去採訪這麼一位女士 我真的知道得非常得到 我用了我很多的感情 那我寫了一篇 結果在那個時候在《中國時報》 那個時候《正義新聞》 竟然有史以來第一次把它放在第三版 用編欄處理 有一篇大文章 那晚上我再去找她的時候 我被她細弱說 樊欄啊 你寫得不錯 但是我就是不認得那個白龍 原來她講 她很欣賞的台灣一位作家 她叫白鮮勇 她的銀波腔 我竟然寫成叫做白龍 我心裡想 我不奚落一下自己的話 待會她講出來 可真是我的第一次了 那個時候很俏皮好漂亮 講話的聲音像鈴鐺一樣的 她那時候翻身起跑 就是我追逐的對象 我跟著她跑了很多行人 她走到哪裡我就到哪裡 而且她也要去 那個時候就是有這麼後來可以講故事 後來我看過她的孟輝清河 我也看了嘉賓 我也到了美國 我也跟她有一些差不多的表獸 也因為她 我就覺得好像有的時候回到台灣 是應該 我在國外做得滿好 爸爸叫我回國 那我也感覺我要回國 回國的時候 那我心裡想 就跟她的優健中禮的感覺一樣 也因為這樣 也很湊巧的 這二十多年來 我認得另外一位 更是常常相處的一位朋友 我在這裡一定要提一位 你們都還沒有提到的人 你們家我最喜歡的一位 Rosa 我當年的時候回來看過一次展覽 這個展覽是一個就是 照相的一個展覽 攝影展 那個時候我們看到個 這個余佑華跟Rosa的一張大照片 好像硬碰的一張 那個時代的人物裡 他們兩個人學堂等等 我就覺得這是一個 就是在海外留學回來的一個學者 那感覺 我跟他沒有那麼多的親切感 但是我很喜歡那張照片的味道 那我覺得有的來講話 就像這樣拿得起地球的那種 那種氣概的那種味道 可是當我跟他認得以後 我發現撐住地球的是Rosa 可是愛這個地球 要這個地球轉動 往一個方向轉動的是Eddie 我跟著Eddie認得以後 我覺得她打開了我另外一個視野 我們由於在台灣要接觸 一個中國時報 是在一個淡水河 黑黑髒髒的淡水河旁邊 那發下了一點小小的紅面 要整治淡水河 那認得了Eddie 一逛這麼多年 這當中也因為Eddie 我認得李鴻年 我認得朱維新 我們到大陸去 我們到台灣各個小都 那我也認得了這些很多好朋友 但是我常常跟Eddie在講話的當中 我覺得Eddie有一個時候 他好像看破紅塵 走遍江湖的那種味道 我常常就覺得 Eddie你沒辦法 但是當有一樣事情 大家在討論的時候 你看到Eddie不亡不活 到最後她講的話 她就是那麼有重量 這個堅持的力量 是讓我一直以Eddie為榮 而且很佩服她 而且一直不從她身邊走開的原因 我是一個洗心念舊的人 對於我覺得沒什麼內容 而且堅持不夠的 我常常走著原理 有的我就抓著她不放 儘管Eddie走到美國去了 我也經常打電話 騷擾不斷 但是當我看到這本書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這四十年來 我有很多我不認識的Eddie 四十年前她已經就這樣的 在年輕的歲月裡 把一些觀念 把一些堅持 把一些五人小組 還是四人幫的木頭人羽 帶進了台灣 還做了很多很了不起的 跟當時的政府提出的建議 她雖然沒有講出來 可是後面就被被守護 我們今天在樹底颱風的時候 我們看到直潭淨水場 那變成有些的污染 當年的時候 Eddie就已經於重心上 覺得你們越高越高 那麼再把這個保護 三明保護 那這個水園區的保護 當年一樣樣的實際 所以我看了以後 一次看到她 對於她這一界裡的朋友 不能夠堅持 夥伴的有的時候流失了 有的時候受傷了 那她看到世界其他地方的進度 Eddie從來沒有放棄過 裡面有滄傷 裡面有無奈 裡面有她的眼淚往肚子裡流 我在後面的覺得她 累吧 但是這樣一個還在的朋友 Eddie 最近好像有一點變 雖然她是好像 這個怎麼講還是累吧 但是她回家了 她常常回來 就是Rosa Rosa不會放棄這裡 Rosa 我覺得很多事情來講的話 Eddie的地球要你撐 那我們大家一起轉這個地球 謝謝我這樣的好朋友 有你們的存在 我覺得我們活的也有比較有方向 也有溫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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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Alice 余帆英女士 她的基金會 即使在基金會之前 在中時基金會 就開始做兩件對台灣非常重要的事情 剛才提的環境 其實外在一個重要的事情 另外呢 她辦所謂社會公寓地 那位負責人就是黃榮春 黃教堂 在這個小組裡面所網羅的 社經文化政治各方面的教師們 也都是我們可以講台灣 做國僅存的一些老師 那大家願意為基金會做事 當然都是憑了一股信念 所以呢 我們經常分成兩個組 然後因為我跟黃榮春各負責一個組 所以我們之間的笑話 還有互相的批評 也就比較多一點 中間還假差呢 一位張長毅教授也是搞地理資訊 他現在人是不是坐在這裡 我怎麼都沒有看到他 他上課 他上課去 他在我講他之前就先去上課 我們還有一位劉曉吳老師 一位女士教授 也是我們 我們是私人幫 在工作上的私人幫 所以一會兒 等一下我們請黃榮春 教授講幾句話的時候 好 再讓他報仇 那其他的 我覺得 我有一個氣氛 還是稍微要 輕鬆愉快一點 我把次序換一下 我請了我們真正的 一個歌手跟卡尼點 跟親戚 來為大家 講幾句話 他的 他是 朱文森 我 講之前先看我太太講 這樣 好 我在座背部很低 年紀也比較小 但是有一下我剛剛想了半天 我想我來能夠站起來講話 總而有一個理由 我是在座所有裡面 除了兩位uncle之外 認識余麗華女是最早的 我家裡還有一張照片 我小學畢業的時候 她來參加我的那個 畢業天理 我小時候 她那個 就是剛剛 剛剛那個 我舅媽講說 她雖然跟我舅舅離婚了 但是 我 我可以談一下吧 我舅媽跟我舅舅的 離婚 是我這一輩子看過 最civilized divorce 因為actually他們離婚以後 他們的感情會更好 然後呢 我舅媽跟我 新舅媽 他們之間的感情也非常好 有一次 有一次在上海 我舅媽跟我 最親愛的表妹 安娜 三個人一起 我舅媽跟我 新舅媽 安娜三個人一起 洗三溫的 你說的話 我都記得 你們 你們不小心 聽到舅媽叫我的小名 這個小名 其實我蠻喜歡 叫小二 我剛剛走到門口 他看到 小全看到我 馬上講小二的 我就很高興 因為等一下 大家都會講 那個uncle 那個 余佑華教授 我叫他uncle 這是按照中國的輩分 但因為這樣子 台大 我認識了朋友 我不是台大 但我在台大 很榮幸 台大有教了一年 我在台大教完 客座那一年 走的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院長 是汪群蟲 汪院長 我去跟汪院長辭刑 我說 這一年在台大客座 非常愉快 來個院長 汪院長講 說 你終於要走了 然後 我在土工戲 步步正演 就帶著大家 上架打籃球 我剛剛算一下 剛好四十年前 剛剛那個 剛剛是校長講的 是誰做 哦不是 音音社長講的 到到 我從紐約做 Greyhound 到 Albany 但是你沒有來接我 然後 我到現在還記得 他們老家的那個地址 你知道 對 就證明我寫了多少信給你 那時候 很崇拜 然後四十多年前 他回台灣的時候 我們鄰居 剛好著火 我就看舅媽 拿著一個小筆記本 然後馬上去看那個火場 然後他一直寫 那我們就想說 我們也不幫忙救火 後來 舅媽告訴我一句話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 因為 By the way 我大概再過幾天 我也要開始寫我的回憶錄 因為 再不行 我等一下忘記了 我記得舅媽那時候 告訴我們一句話 我們到現在都還記得 說這個小說的題材啊 都是你日常出貨中有的 所以 後來 因為它好像是數據 我看不懂 因為我本來想偷來看一下 他就把那個 Event 那個經驗 那個歷史 把它整個記下來 所以這是為什麼各位看了 我舅媽的小說的時候 你會有深意其境 而且他非常非常非常坦誠的感覺 所以 簡單的說一下 這個 Uncle是我的偶像 但他姊姊是我更大的偶像 謝謝 謝謝大家 好啦 大家氣氛 開始有點 不是那麼樹木 我們剛剛講一些嚴肅的課題 講一些輕鬆的比較多 我們李前部長 他如果上台等一下要 他不想講的話 我們就請他唱一條歌 因為我獨子 我獨子十年前的婚禮 我就請著這兩位 上台來 給我唱 肺後的溫柔 我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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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唱 我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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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妈都不在了 但是看到今天他们共同们发表会 我第一个就想到我妈妈这句老话 我到美国五十多年 我大姐一路走过 因为我跟她住最近 我一直住纽约 她中间跟小二的舅舅离婚 她的舅舅跟我很好 我就记得他们有婚姻问题的时候 她就天天开了一个破的舌妇篮车来找我 就拼命抽烟 一边抽烟 她那个烟灰缸已经满了 她还在那里抽 所以我大姐一路走来 我看的事情很多 我最记得 当我大姐得到荣誉博士的时候 在Midbury荣誉博士的时候 我们下面几个地理 在美国几个地理都去参加 她讲了一段话 那个话我一直觉得 她只能够有今天的成就 真是不如意 真是她努力的结果 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八十几岁的人像她那么用功 毅力每天做功课 每天读书 每天走路 而且她走路在她的社区里面 她是一个Times社区 在Maryland 她每天倒走 大部分的人都是外国人 她那是个中国一贯 这叫她女生 所以我今天 这个 自自所所讲了一堆 就是 我代表我们家里其他的人 恭喜你们 谢谢 谢谢你们大家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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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要插一句话 就是我们这 我们这套精选集 其实它一开始是因为 2015年是右键中旅 问世50周年 那我们在开始做的时候呢 我一直误会说余佑华教授是那个 书中主角蒙天雷 毕竟我才知道 其实是那个余中华教授 因为他留在美国 他回来台湾 我也算是那个 留学生浪潮的末端的那个小浪 可是我们那个后浪没有铺到前浪 因为前浪实在太高大 我现在偷一点点时间 我们美美作协的总会的副会长 姚家伟 家伟姐也在场 那我请他代表美美作协 然后我偷偷代表华谷作协 我们向那个余大姐跟余大哥献花 祝福他们的幸福 这把你成功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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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下来讲话的 我们在学界之前呢 就是黄部长 前部长 还有以前部长之前 我们还有几位刚才的文学界的人士 今天我们这个高理工人都沾了你们的光 特地到这里来异想文艺的气息 我们先请影帝资深的 我看过影帝的书 他当时去影帝这个名字是因为他想做电影影帝的 因为当年也是跟我一样的一表人才 先恭喜两位出新书 然后各位来宾好 那个我自己心来回想这个人生实在是快速啊 我最记得当年那个刘华姐啊 她出这个回新书发表会文心书店肖木门先生帮她举行的时候 那个时候英勇彭大概是你父亲要你回来做实习记者 然后你就开始做文教 那个第一代的文教记者 她写了一篇 你刚刚除了讲你写编来以外 你写了一篇复刊上 在那个年代一篇非常大的那个盛会 当时你新书发表会的那个情形 那个时候陈寅生也来了 很多当年这个张派那个 那个张派的拥护者 那个时候都是精锐的作家 他们肖木门替你办这个新书发表会 要强调你这个是多么有影响力的作家的时候 他们这一派是代表来反对的 他们是真正的这个大家是障碍的 我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学生 我当然是坐在台下 但是我平常很休闲不讲话 但是我不晓得什么原因 我举手我讲话 我替你辩 大家觉得这个什么来路的人马 居然来辩 你读过张爱玲的文章没有 我说当然读过 我读过很多张爱玲的文章 一直到今天张爱玲是台湾的一个挥不起 从来没有来过台湾 对王跟王申和有过短暂的交友 但是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人物 他是在台湾上空永远不散 而且会继续占领台湾的 不管你如何不承认他 他永远在 他都会永远在 接着我要请丽华姐的不幸 老实讲 10年前 这个60年代 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 1963年是于丽华年 因为那一年你出了 除了文新书店 肖孟能先生帮你新书发表会 接着你从孟回清河以后 一路下来 十年里面出了十本书 每年都有短篇长篇 而且所有的出版社 不是王冠 就是当时志文出版社 文新书店最重要的那个年代 最重要的 那个年代的文坛的李立华 就是影坛的李立华 有谁不知道李立华 有谁不知道李立华 那我那个年代是 的确非常迷你 但是我人生里面 非常有遗憾 我最崇拜的第一位作家 你看所有 几乎我可以讲 50年代后面的作家 到台湾来的这些作家 我大概老作家 我喜欢出年轻的作家 但我也喜欢回过头来出老作家 因为他们都是我的养分 但是我最崇拜的一个作家 我没有出到他的书 这个里面有一点误会 我不晓得是你造成了 还是我造成了 当然是你造成了 不一定 因为你也要负予部分责任 因为你很有正义感 你常常批评很多事情 但有些事情正义感也会 正义感本身它也会有反作用 你说你到台湾来 你恨铁不成 你用美国人的角度 来看台湾 银沟不够干净 环境不够好 到这个地方还张喜喜 你每隔几年回来 写回忆的时候 你回台的感想 总会这么几笔 最后留下一笔好的 就是说 到永和吃了豆浆 我站在一个长久 永远在台湾的 我愤愤不可以 我意思就是说 我意思就是说 你真的恨了我这么多年 不是恨你 我嫌弃 我向你抗议 我说你回来 不要只看到永和的哨饼 有条 其实台湾除了这个环境 偶尔有点不干净 什么卫生 我说 好的一面 在进步的 你其实没有细看 那封信 其实你回来有几次 你弟弟家 我有去吧 带我去 其实你蛮好 可是那封细节 你可能真是火了 大概就不回我了 那我那个时候 真是我最唯一的年代 而有书大卖特卖 我稿件也不缺 我虽然心里想着要出你书 但也没有特别再来约 后来就不时追焦 然后我就看到九哥出了你的书 我想已经到那边去了 我也就算了 所以这么多年来 你看我心中最大的鱼饭 吃就吃到你的书 另外一个我也 你看了 这十年这么多 今天是不人请你来的 所以我这次特别高兴 特别感谢 你会说 不但亲过来 而且你看英勇工 当年一起吃饭 所以那天我拥抱你嘛 我要讲这个 我另外一方面是替立花姐遗憾 就是说 这个天空不应该只是有障碍的 是应该有余丽华的 可是好像五十岁以下的人慢慢 真的讲起来有点不晓得你 现在很好 感谢有一个出版社 替你的拳击出出来 我希望用一点 其实台湾现在讲实在话 有些作家是 媒体是可以造起来的 媒体是影响的 还有就是改变成电影 好像要有这个地方才能 真正的文学里默默的 不容易 不容易 但是我们希望 经过今天这样一个 今天我希望明天的报纸 有那个 把你重新带来回忆 居立法的年代 我看你一回来 你看他们多人 其实只要 比我小十岁以内的人 通通知道当年 那个文台时期的 我最后不要讲太久 我讲一点 有一年你回来 可见那个年代多么重要 得家新闻影响 然后中国时报 遇到罗门宗斯里 特别派一股车子 你那几天为了领奖 带中国时报派一股车 请副刊 当年的副刊主编 王领军 每天你的对维部车跟着 你到哪里 王领军就陪着 你自己会 不可以忘记 既然王领军 现在王领军是世界级的作家 当年他是天天陪着你 王领军非常晓得 我多么崇拜你 因为你的六件中文 六件中文 年载三个月完毕 王领军立刻 立刻请我马上写 我马上就写 写了以后 八天以后 那是最快的速度 就登出来 就是我的书品就出来了 所以他晓得我是你的粉丝 所以有一天他就讲 那天得奖的一个晚会 嘉欣水一奖 得奖的那一天晚上 颁奖给你 他要我说 那天他有事 他说你陪的 我就陪你 陪着你 然后我有荣幸 跟你一桌吃饭 就是陪着你 然后有一个场面 我永远记得 不是副刊主便排队 来请他约稿 是所有当年七大报 全部社长 一个一个排队说 余小姐 下一本产篇 希望在我们的报纸里展 我作为一个文学青年 我说当作家 当无事 好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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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地先生 陪地先生 你绝对来得及 美格你以前的遗憾 赶快说服余大姐出版他的回忆录 因为我说了好久好久 现场各大出版者文坛前辈 赶快来抢标 他手上有保存非常非常良好的 跟其他的文坛的 比如说王鼎君鼎公的书信网来手稿 赶快游说他 因为余大姐一直跟我讲 我那时候问他说 你要不要来再出版你的那些旧作 出那个团体中文版 他有一点不自可否 他说写作不是为了钱 也不是为了要卖书 他是真正的一个 每天都要写作 然后不写作 等于没办法睡觉的人 那我觉得我看他 我真的觉得人家说相仇是什么 就是语言跟饮食 他可以吃美国的食物无所谓 可是那个语言他没有办法放弃 真的 我们今天还有 邀请了很多贵宾 一个一个来帮我们制止 我先预告一下 就是我们的那个 山东道主 封德平教授 文讯的社长 文讯他们在 在整理那个余大姐的一些 作品资料 还有台湾文学馆 台湾文学网 也在做这些工作 那是不是有 荣幸请 陈館长还是 封教授来讲几句话 因为陈邦明教授他有课 那所以他没有办法赶过来 先谢谢大家 也谢谢私行文化权 技砖 这个地方来发表 这个重要的活动 那我们正好有幸 是 成台湾文学馆的委托 做了这个 台湾当代作家资料汇编 重要的出版 那经过一年多的 收集资料研究 那在所有的传组 和研究者当中 就是玉玉华女士 虽然仍在美国 那其实和我们的助理 联系是最强的 所以我们现在其他的 八本书都已经 十六、十五本书都已 复印了 这是最后一本 一定要 余大姐说 一定要等到她来看 最后一教 然后她还有一些资料 要征读 所以她对于 她的研究文章 和每一个图片 说明 连表 照片 都非常非常的认真 所以她跟我们 一个助理 传心 已经变成很熟的朋友 所以十八号来的那一天 她就跟我们通电话 说她到了 所以传心在第二天 就马上把资料给她 所以我们还改了 那么多标签 就是今天让她看最后一遍 我们就可以复印了 所以馆长 如果我们晚了 就是余大姐 没有 没有 所以其实很重要 就是 我当然是 如果是 影帝先生 她的粉丝 我就是小小粉丝 我们大概 这一代的文学人 大概是五十岁左右 五十岁以上的 都不可能不知道 文化的作品 所以我们很有幸的 能够编这一本 所有她 有关于她的研究资料 会编 我想她这么庞大 又这么质量俱精的作品 已经可以给台湾文学 许多研究者 和创作者 作为典范 或研究的标的 所以今天很谢谢大家 也很荣幸 谢谢 我想这个 发表会 预定是两点结束 所以大家 盛同席会 还要再耽搁 诸位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这二十分钟的安排 已经有次序出来了 首先 我刚才讲的 我们黄教授 比黄部长 比李部长 资深的多 当然 黄部长 现在来支持 好 你两点 他两点要到 他就会先讲 好 那你就参会 参会 好 这个 因为我们两点都 一定要敢去 感报 这个 这个不得不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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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今天很高兴 来看到这个 Uncle Ed 跟这个 我也不想怎么叫你 会不能叫你舅妈 余大吉 因为被 周文山害的 所以我都只要叫他Uncle 不过今天很高兴 我很少去到一个场合 发现大部分人年纪都比我大 就是 非常愉快的一件事情 那 也很少到一个场合 发现了Uncle的人都会读书 这是不容易的 现在我们台湾人不太读书 今天看到整个Uncle的人 大家都有赤子之心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其实因为这个 余教授的关系 其实我认识的一批 比我老一辈的人 但是 随便说 我的朋友好像年纪都比较大很多 直到有一天 这个余教授退休 以后才发现说 原来我们还是有一段差距的 不过今天很高兴 我们把过去老一代留学生 我也曾经是某一个阶段的留学生 其实 当然你们是七零年代 六零年代 我们是八零年代 其实 大家无话的差距没有差很大 可是到了九零年代 以后 你会发现呢 我们是完全两种不同的动物 讲的话也不一样 喜好也不一样 价值观也不一样 国家认同也不一样 现在是很麻烦 现在我在外面讲话 他非常小心 我常常讲说我是中国人 我想一想说 为什么 当你在讲中国人的时候 人家会有不一样的解读 人家会帮你解读成 你有没有其他的政治目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 我觉得今天呢 我们透过这些老作家的 对不起 不是老作家 前辈作家的这些 过去的这些记载 其实把我们 你们那一代的人的 一个心路历程把它写出来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因为受到于教授感召的 我也写了一本 这个我们这个 这个Alice 被Alice被迫出版的一本 也把我们这个 民国四十几年出生的 这一辈人的走过的路 我也把它写出来 我想这个这样一个 Documentation 其实对我们的回忆很重要 但是给后面的人知道 让他们知道说 我们是怎么样走过来的 现在的年轻人的很会算 生一个小孩 还花多少钱 然后他长到要一千万 所以从此没人要生小孩 因为他们人生是用算出来的 其实人生不是用算出来的 人生是过出来的 我是觉得很重要的 就是说呢 很抱歉 因为我以前都只在用工读书 所以您的书还看得真不多 我也不好意思说 我看得您的书长大 还真不多 您新书出来以后呢 我自己去买一套 我不会叫余教授送我的 好好读 然后呢 我是觉得我们感受 你们那一带走过的路 同时让我们走过的路 让下面的人share 我是觉得大家 溃业出一个新的文化 我就要把我们的价值观再找回来 这对这个国家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是 最缺乏的是 我们找不到我们的identity 因为你们的identity 我们的identity 没什么很大都不一样 到下一代的identity 是totally different story 我觉得我们今天要共同努力 把我们台湾人 把中华文化的价值观找回来 所以呢 您继续努力 继续写书 那我们干什么 我们该做的事情 那你就好好去算命 我们余教授呢 还有一项专长你们不知道的 他吹牛 他是 他是我们全台湾子 为董事最厉害的 可是还真还真厉害 他每一年都会帮我批一个 批一个批批批批批 批批批批批批批 但是他的草书写得非常漂亮 但是我永远看不懂 也太吵了 不过呢 我想今天很高兴 我必须赶到下一个行程 我一定改天来好好跟 跟大姐聊聊 好 再跟uncle做做 OK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欢迎 你下回就说我是中华民国的公民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再见 再见 我们接下来 我们还有七八位要支持的 我还是先请这个我们的英伟 黄部长 他可能也说定定有邀功 我就请他先来顺务一下 就是 在他讲他之前 黄教授基本上 他也是一个文艺青年 早年的时候也是一个文艺青年 而且出了 已经在他专业以外出了两本诗作 所以呢 他是外表上 看起来不太有诗的气味 他的内在完全充满了诗情画意 我们现在就请我们的黄教授支持 谢谢 他是先下手为强 我先从余道理 其实我跟余道理是不熟 但是我要跟各位讲一下 五十来年前的台大校园 五十来年前的台大校园 是我们念大学的时候 刚好在文革的前一年进台大学 那时候台大校园流行的是存在主力 地下文学 就是underground的这个木板 还有摇滚乐 像Woody Guthrie Loft Dealer Yong Ier 那个Alan这样都是在后面的 这个是大玩具 那时候英海光教授还可以出来演讲 还有台大是很特殊 有一个不会画画的武汉书 把那个画画讲得简直是精彩的不得了 还有一个在新竹中学教书的史作称 你看这两个一个不是画家 一个在中学他都可以到台大 经常来演讲台大当时是那种气氛 然后接着讲到小说 小说我们那时候最流行的三本小说 一本这对我来言 其他人可能又不一样 一本王尚义 第二本陈映珍的将军竹 第三本余力法恩 这三本书刚好是在我们念大学的 要不然前一点还不然后一点 就是那这本书又在中 刚好是我们念大学的时候出版的 再给各位一个时间感觉 窗外就是我们中学时候的 人家幸福是 就是在我们中学的时候 所以当年我们余大吉的小说 其实是在台湾 与我们当年的这个环境里面 它是有非常特殊的地位的 我特别标这三本 我希望另外两本余大吉也觉得还可以 接着我们要谈余奥法 我以为他今天是要出版小说 不过我想他自己不好意思 姐姐那个小说太厉害了 所以他就没出了 但是过去那几年了 他一直跟我讲的是要出小说 就没想到出的是一本四十年的 类似这个也不像回路 那我来讲一下他 我跟他自己的关系很密切 都快了五十多年了 当年这个台湾环境保护正式不行的时候 那时候的这个 反正就是你讲的 那时候正要建立环境影响平补制度 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机会 刚刚走的这个长长翼叫做 余奥法它是负责水的部分 我那时候也是那时候负责的 噪音跟震动的部分 我现在很久不做这个东西 所以你无法连起来 那后来就把这个东西建立起来了 后来环保局环保署委员成立了 当年余教授是里面最闪亮的一颗性 那他讲话很凶狠的 不像现在这样 那我后来看他的 后来呢我们又参加消机会 因为消机会有河川 不只河川嘛 整个是环境 四处找有问题的地方 然后攻打开机车的问题 那时候照着胖都还后来 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是在一块 但是后来我看他这本文集 其实我还感觉到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他的心中 其实一直最怀念的是 非洲的佛署娃娜的那种 南方的生活 荒野的生活 然后我也到过他住在 Saint Matthieu的家 以前你们住那边 他想往的是一种自由的风气 所以基本上他是一个自由人 他渴望的是整个台湾是有自由的风在吹 自由的风在吹 自由的风在吹 Stanford的孝训 是马丁路德的 自由的风在吹 所以他一听 一感觉这个地方 吹的风不是自由的 一感觉这个政府的官僚机构 有很多这种卡来卡去的东西 他是受不了的 他一定一定发作 他发作的时候是很Fussy的 我讲这个 只有他知道 因为他很Fussy Fussy到国外去了 Fussy是什么 Fussy就是 就是 不是那个意思 那个Fussy是 你就是余范茵的意思 好 那我就讲到这里 就是 他其实 以这个老早台湾掌管环境保护的机构 老早就应该请他做 但是他那个人是一个Freeman 他觉得 还是 让他自己就像台湾的一股自由的风在吹 也许对台湾的环境也有帮助 所以 我是很欣赏他 但是让我更欣赏的是 你不要讲话不算话 你小说赶快出来 好 谢谢 谢谢 我因为要顾我大姐的后产 所以 也许我如果身体很健康的话 前头还有十年二十年可走的话 脑筋还够管用的话 我就会来试试看 我在这方面 应该是及格呢 还是不及格 那我们接下来 这个 邀请的 还有几位 我先把名字念一下 我们有廖玉慧 杨女士 有廖之锋 廖先生 还有 也许时间允许的话 我们想到最后呢 要请杨雪红 杨女士 来讲几句 因为 没有你的话 又没有我 还有 还很肉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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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还有 还有康来兴先生 所以 我们已经 这样排队下来 女士 女士 对不起 你的性命 刚好跟我颠倒过来 人家都叫我女士的 好 所以 我们请廖玉慧 来 再讲几句 杨女士 也写过 余丽华的 好像 专长还是什么 谢谢 余老师 还有两位老师 恭喜 旧书出版 今天很开心 都在这里 为什么会在这里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 我是余老师的学妹 台中语中的学妹 那 我是她 应该算是相当年轻的粉丝 我记得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看小说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玉丽华的小说 我们这边的棉被里躲着 然后哭啊 为了她的这个爱情小说 简直不可自意啊 里面的一些人物 我们其实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 那她写的小说 其实现在 以我们现在做学术研究的观点来看 她是非常重要的 所谓的留学生文学的代表 算是其中最佼佼者 那除了爱情部分 除了让名干长寸断之外 她所谓的漂流文学的部分 其实很深刻的记录了那样的一个时代 曾经有过的时代 因为现在在做留学生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而且透过她的小说 我们看到了当时留学生的困境 他们需要面对的风险 还有他们可能在爱情上 比如说像另外一位伊先生的邮建宗理的过程 其实也很刺激我们那时候年轻的心来 就觉得说说不定我们也来相亲吧 说不定也会碰到一个留学生 也许我们会改变天蕾的命运等等的 那后来我有机会在学术的殿堂 在国课会里面执行的一个世界华文作家的计划 我就到了美国去 其实我最需要 然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访问伊林 可是余老师刚好行程都不大合 结果最后到了 我的书额两本书 一本叫做《周房体验人》 一本叫做《打开作家的品种稿》 其实都没有办法去种到他的东西 因为他到后来我们才瞧出时间来的 真的是很可惜 我自己是保留了很多余老师 因为是他忠实的粉丝 所以有很多的书保留下来 结果有一年在某一个长处外面去翻个旧东西的时候 翻到了他的六件棕櫚 结果后面几页都被白蚁吃掉了 结果到底后来结局是怎么样的 后来天有点的迷惑 那又在想说 其实我在学校里面在介绍小说的时候 一定要介绍到余老师的作品 可其真的是没有 就是 那个学生其实都已经 说实在的就已经忘记了 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家了 所以后来我听说他要出新书 而且是有一种类似全集的概念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我觉得我们的时代不应该是断裂的 应该是要结合的 然后也应该要让我们学生 能够来重新的阅读 曾经有过的那一个 不管是美好的还是悲伤的年代里面的作家的作品 而且是如此优秀 如此让人断肠 你看那个考验 又是秋天等等 每一本我们都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著 曾经有那么一个年代的一个作家 是这样子扣紧了我们的心圈 所以今天很开心能够在这里 来跟各位说说话 谢谢 被你提醒了 我忘记为知识人 他也是 因为廖女士是女士 一位男士 我刚才你进来的时候就给你介绍 他说每次他也在被窝里面掉眼泪 这位看到你的书就要掉眼泪 每次都问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 今天你回来 我就特地恭请他到这里来 他现在是管我们全国的气候变迁了 我们杨诗编 杨教授 是不是请你上台一下 我在一年一开学 提醒你不能讲太长了 一开学就看了一个盒子 打开来 里面是吕老师的邀请函 跟四本书 那当我看到 《右肩忠女》这本书的时候 我一下子就 驾 就是又回到当时四十年五十年 那个时候 我大学毕业 在挣扎一下就要去书国 然后再回到 那个书我不敢看 我怕 我是很爱哭的奶奶 结果 前两天 我一定要来 我把所有行程拍来说 今天这个一定要来 我还邀请了周伦 这个 我还特别发 我太太发解的疫情 这个博龙兄跟他太太 一起来 然后我前几天晚上看了 孩子哭了 我太太又骂你 告诉所有的人 我不太懂文学 我会写文章 可是我写的 都是一些科技性的 评论的文章 我不太会去描述 我 我常常也来报上写文章 可是我没有办法像 余大姐这样子 把人性 把一些场景 描写得像真的一样 我真的很在想 我怎么去形容余大姐的文章 对我的影响 就想了半天想出来 就想说 人衰竭 我怎么去按摩 按摩的时候 他刚好按他的位置 又酸 又疼 又麻 但是你又不要让他 一开那个位置 我就是那个感觉 读你的文章就是那个感觉 一本是五十岁以后 读到文章 到了五十年以后 读到孩子的感觉 那最近看了一部电影 叫做 叫Stop in Love 就是 也有人叫做 Writers 他就是 好像是叫 Grath Kinner 他演的 父 父亲是作家 儿子女儿是作家 然后 在她女儿的新书发表队上 父亲受邀去做支持 就跟了很多想要做作家的人讲 他说作家是 我英文不太好 我依稀记得就是说 你的 听到自己的心的跳跃声 喊被 同时要听到所有人的声音 他说作家要在一个黑暗的房子里 要听到 他说不是我的电话 要 要听到自己的声音 然后作家的责任就是把你在黑暗里听到的声音 用最诚实最真诚的文字去告诉所有的人 伊拉里尼的文章 就是这样的感动了我们所有的人 让我们所有的人 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 因为你的文章 读了你的文章 让我们的人生比原来的更好 我们谢谢你 这几十年来 你让我们的华人享有这样的一个荣耀 给我们分享的 你在那个年代 或者是我们那个年代的那种感觉 让我们永远忘不了那个酸、麻、疼 我谢谢你 王教授 王教授 我不晓得你是这么一个sentimental 很好 我们人分两类 感性跟理性 我也很理性 那感性跟理性当然经常是交迟 我们接下来啊 就要请这个 另一位 陈馆长 我们还有几位来宾 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他们到场来 是此一位是台湾文学馆的馆长 陈馆长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 雨晨文化的总编辑六先生 还有就是我们精选集的顾问 康安心教授 那还有一位我们的那个出版前辈 那个赵正敏 我的老朋友 他已经先走一步 啊不对 他已经先去处理他的功路 那我们先请陈馆长来跟我们讲起句话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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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文坛的前辈 我 我叫陈毅元 是去年八月一号 才从成功大学中文系 借调到台湾医学馆 呃 呃 呃 也才半年 不过 呃 呃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呃 呃 呃 展规馆里头 呃 呃 呃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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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文學是永恆的 是超越世代的 但是因為不再出版 所以可能隔了一個世代 兩個世代以後 他們看不到 那麼不同世代的人 他們不能共同閱讀同一經典 其實很多想法 很多念頭是沒有辦法聚焦的 所以上一代想的跟下一代做的 再跟下一代可能就要產生斷裂了 所以經典的不斷出版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麼當然它必須被好好的保留 必須被好好的出版 必須被好好的共同的閱讀跟討論 所以這一次的新書發表會 我就要特別感謝施行文化傳播公司 那我也是代表我們館裡頭來 來迎接兩位李老師 後天他們也要到台灣文學館去 本來我們是安排好明天晚上 請他們先到台南去住下來 台南那個地方 我不曉得李老師住過沒有 但是我看他的書我知道 他曾經把他的小女兒 一個人丟在那裡 那個小安娜 在我是看那個別溪冷庄園這個書 我事先打聽了 因為李老師在姚家維老師的安排底下 促成了李老師這一次要把別溪冷庄園的手稿 捐贈給台灣文學館 所以我來的任務之一就是 如果不能改變他們的行程 那就提醒明天晚上早點睡 因為後天要搭七點的高鐵 並且上高鐵之前要檢查一下 別溪冷庄園的手稿有沒有帶著 請大家一定要跟李老師學習 我這一次來非常訝異 就是李老師還這麼健康 這麼健談 這麼熱情 這麼慷慨 這麼年輕 而且這麼慷慨 大家一定要跟他學習 盡量把手稿捐給國立台灣學館 感謝余麗華 剛才被陳館長描述的個性 就是家父的個性 所以他傳承了父親的所有的 好的 不好的就不講了 那我們呢 接下來就請廖總編 今天好像我們在座的型男不太多 他是 廖總編除了文學以外 也是一個型男的一大代表 當年我跟我姊姊一起去拜訪他 這個雲城 麻煩你支持 謝謝 廖先生老師 在2009年曾經出版 余大傑的一個作品 秋山幼稷蟲 就是相隔數十年來 台灣沒有人出版余大傑的作品 而他就是這個勇者 我們現在再歡迎余大傑 各位文台前輩各位長輩 各位嘉賓大家好 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這裡做分享 我本來想說那時候 你說叫我要講話 有沒有搞錯 這四型文化的長歌 一種話來講話 才有點太過分了 不過想說這點分享也好 我記得小時候家裡有一些書不是很多 那有三本書我印象很深刻 那三本書很奇怪 一本叫雞公鑽 一本叫紅龍夢 一本叫優先棕嶺 那我想說 有種植物叫棕嶺 那時候我完全不曉得 那個書在寫什麼 在2006年的時候 編那個《漁網驗翻》 張愛玲書生集的時候 剛才那影弟老師說的 沒有錯 這個張愛玲的雲 永遠在台灣的上空 那因為那種書裡頭 有收到余老師的一篇稿子 張愛玲到余老師任教大學演講的時候 余老師開始去接他 那我們那時候因為出版這本書 而開始跟余老師有了聯絡 那我那時候跟余老師講說 余老師如果要出去的話可以找我 所以2009年我出了這本小說 是他最新的短篇小說 就是《秋神又幾重》 那這本書將來也會收在這個 新的圈記裡頭 那我想我也很恭喜 四星文化也感謝四星文化 除了這張陶醉也在經典 那當然出版是要很大的勇氣 我過去以為我很有勇氣 我最近覺得我的勇氣快要沒有 不過剛才是你有提到一本書 那我想 其實余老師的回憶我一直在期待 不過余老師已經舉手了 那我想我的手又放下來了 我想說江湖還是有熬影 那我想再一次的很高興來到這裡 那對我忘了分享就是 其實余教授那本書我也有看 那因為從基隆的下游 搬到上游 所以我覺得對於他寫 基隆的那段非常有感覺 那一條河流的生與死 那跟整個台灣的一個環境的變遷 我們自己也過入至隨 我覺得感慨是很大 那我想這本書其實也很有意義 那我想我在這裡 就做這樣的分享 那再一次感謝 那也很高興看到兩位老師 新年快樂 謝謝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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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現在下一本書想出版 如果不是寫小說的話 就已經又出版社了 那個今天呢 大家都在讚美 我們 心色不多久的實行出版社 那實行出版社的兩位負責人 一位 是叫吳山玉 我們叫他小吳 一位叫黃靈媛 叫小黃 那一會兒 除了大家請你接受大家鼓掌以外呢 請以小吳 到最後的時候 也以實行出版社的身份 來講幾句話 你們除了實行出版社以外 還有一個自知出版社 是專門出版學術期刊的 你給我們這個出版界 帶來的希望 你曉得是變成非常無窮的 就我們年輕一代 年輕一代 台灣的文學也好 專業也好 就靠你們一大反駁 所以 請工作 不要氣餒 好 我們接下來 我們接下來 就要麻煩 這個 康老師 康來欣老師 是 後來我才知道 他是 余地華作品的分析專家 他教導的也是教課 這樣也是包含這個 所以就請 康老師講幾句話 謝謝 兩位老師好 在座各位先進朋友大家好 我盡可能像你女士那樣 我之所以會在今天 是去年 2015年 不僅是 右鍵鍾女 右鍵鍾女的 重要的出版anniversary 對我 剛剛我是誰呢 我的學生會說 康老師是台灣紅學一級 可能在這 比較小的 我的是紅萌萌 所以剛剛有講說 紅萌萌 是功轉 諸如此類的 我應該會用紅萌萌 紅萌萌 去年 2015年 對於紅學界來講 北京的紅學界來講 他們把去年定為 朝鮮級 誕生三百年 所以2015年 當私情文化 告訴我 余地華老師 準備出他的十八本 舊作的時候 我實在高興 那本來 他們是希望我當主編的 但是我自己是一個 因為我在中央大學教授 很歸毛 而且採訪 文型台灣文學館 接過劉娜歐 在研究資料會編 但我們作業非常長 後來最後 很謝謝副士林老師 副士林 你是奶奶 能夠接管主編 我自己很高興 其一是因為 私情文化 成功他們夫妻 跟我這個素媚品生的長者 可以這樣互動 所以我有這個機會 最後是 以顧問的身份 所以你們看版權力的時候 會看到我顧問你的身份 其次呢 我的確是在中央大學 是有祈禱過學生 我會先把余老師的孟茴慶和當成是外省族群或者是離居離散族群來台灣的非常重要的女性成長小說 它是一本完整的女性成長小說 所以我 她也是用鄉圖寫的 就是 她就寫 這個 浙江老江 知道 就是鄉圖 所以呢 與其這麼說 是一個女性成長文學 那麼對我來講 她也是我的成長青春文本 真的是自己成長青春文本 各位剛剛講了很多她的例子 但是我要講的是 我在美國只有留學了兩年 但是有一次我就做Grey Hunt 就看在德州的一個朋友她請我女朋友 我做Grey Hunt的時候的經驗 就特別想到雪地上的行星 那是一個要去相親的女孩子 做Grey Hunt 花容失色 旁邊這方就正妹 所以那個來相親的男人完全就 就吹了 這個是我對雪地上的行星 就是半年級我的成長過程中間 余麗華老師 余麗華女士 她的每一個文本 都變成我的很重要的指標 那麼對她的文學呢 我想這樣講 第一我覺得她有 她是學識主義的技巧 有非常豐富的生活史 也有很敏銳的心理層 那麼對生活史來講 我的父母正好就是從湖北來的 母親在上海復旦大學 所以我對她寫的外省人族群的生活史 是覺得好熟悉 要吃的 尤其天壘回來 她講了每一個飲食的經驗 我們想把它恢復 就重新建立說 這到底是哪些發展 徐麗華在台灣的文學走 讀景點是我很喜歡的事情 那麼另外呢 我也注意 就是關於這個生活史 和心理層面 其實我都不講 因為心理層面 剛剛廖宜會很多人都講過了 那麼最後呢 我願意用 還有應該當時的 台灣的一個文化生態驗會是這樣子 紙本的副片發表 然後像文心這種出版社會出前 出這個專書 然後同樣的對我來講 很重要的一個文化基底 是中廣公司的科學部 如果我沒記錯 夢為清禾 曾經是那個 所以我也是很愛聽 如醉如恥的聽 所以呢 我本來要幫 又見忠禮又見忠禮寫一個類似 文訊鑰匙的那種 導讀之類的 後來時間的關係 我就其實還打了一些草稿 用我的文藝槍 我用一用 夢為清禾的兩個女主角的名字 一個叫美雲是正面的 一個叫定律 也不是負面 就是比較抗憾激昂一點的 用他們的名字來對我自己的那個 包括跟紅紅夢的一點護文 來對紙本文化 或者是文學的一種期許 美雲 雖然我們的青春 我們藝文的歲月 可以換美如雲 因為他真的很夢幻 他也非常美麗 像名才一樣 如果用紅紅夢裡的話呢 紅紅夢裡頭有一種雲字背 彩雲益善 請問更重要了 這個就是彩雲益善 積而難逢 或者是香雲 香江水是處雲碑 所以好像都會把握不住 可是另外一個女孩子叫定律 所以我覺得文本所建立的那個世界 是堅定的 是安定的 是堅定的 是堅定的 是確信的 是像賈寶麗的那個通靈一樣 是可以先售橫唱的 所以我祝福每一個文學的世界都先售橫唱 也祝兩位先售橫唱 就前兩天看到白鮮勇 她否認張愛玲對高額那個續篇的四十回 那麼滿熱門的 確實都在您的掌握之中 對 我們接下來 我們還有幾位啊 我要在這裡 再耽搁大家 多耽搁五分鐘的時間 一位呢 是我自己的老婆 我請她來上台講兩句 她就是陳毅山 我沒有想到我今天也要上台 對不起 我想謝謝老婆給我一個機會 去講兩句話 因為我跟與我爸結婚 四十四五年 快進入四十五年了 從小就認得了 因為個性很不一樣 家庭跟文化也不一樣 他們是傳統的 浙江上海的這種文化的家庭 我的家庭是日本文化 我爸媽是受日本教律的 所以這樣子的結合 你們可以知道 當年是怎麼樣的一個 啊 啊 對 啊 很豐富 很播重的四十幾年下來 那我想講的就是 麗花大姐這邊 因為我小時候 我所知道麗花大姐的印象 從Elly這邊聽到就是 給她翻個圈圈 不可以跑出去灌燈之類的 就是比較嚴格的東西 那後來等到大姐 之間有機會回來台灣 還有我們到美國去的時候 到她家 還有到幾個親戚家去的時候 我們才發現 其實大姐 不論是她的小說裡頭 所寫的 這麼多裡頭 她都是在為女性發聲 她所寫的就是 這些女性她要做家庭主婦 她要帶小孩 要收飯 還要教書 還要為自己的興趣 一個專業寫作 在這麼多的挑戰之下 她如何去繼續的努力 繼續的去尋求她的一個人生的一個 一個成長也好 或是一百七五分 那我也經過了歷程 每次我看到她的時候 我就想 唉 她真的是我的模範 雖然有時候她脾氣不太好 不過那個沒關係 想說家脾氣不太好了 我們可以人手 但是我想 這一點真的是 對 以我來代表 我是一個職業婦女 特別是國際職業婦女 就是比較 我講這個國際官 在座有好幾位 我國際職業婦女學會的好朋友 前會長都在上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職業婦女 真的是面臨的挑戰 真的非常的大 那我們也希望自己 有自己的小小的一片天 可以成長 可以 可以也為自己 為社會 除了為家庭以外 做一些事 我覺得你給我們 真的給我們激勵了 那你的小時候 家裡很多 那我也老實 成人跟宇宏妍一樣 我書很多 也沒有全部看完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每天都要煮三餐啊 因為吳宏妍喜歡在家吃飯 就是他 Freeman 不喜歡去外面 比較吵的地方 那我講我這個老公 他 他實在是蠻unique unique當然就是 真的獨特 那我跟他相處了這麼久 我最大的感受 我說 兩個人個性不一樣 文化背景不一樣的話 這個其實就像台灣跟民眾的法務一樣了 就是要和諧相處 那 你 你的idea 好 快 他是從你 那我很務實 我說你的idea好又快 我來幫你執行 我是個務實的執行者 所以我們兩個搭配的還不錯 雖然有時候會幹一下 但是我覺得 從一個我不太愛看書 我其實是蠻活潑的 我喜歡藝術喜歡英語 但是就是 因為這樣子的環境 讓我也有機會 我在讀久文災的二十年 大概是讀久文災 那二十年裡頭 算是一個比較 還有點文學氣質的商人吧 後來我也想說 大概這也是融目染很重要的關係 那另外呢 宜教授他的領域就是環境保護 就是跟現在的我們大家所關心的 全球氣候變遷 全球暖化 水的問題 空氣的問題 等等等等 我每天聽 聽了四十幾年 我想跟他講 我說你下次演講 你如果累了 我去幫你講 你們有 二點有問題 我會說 沒關係 你們要問我的driver 坐在後面 這個我是擦醒的 所以環境保護那一塊 我也真的是 社會老師的影響很多 那我自己也教一遍 所以我在板橋那個 台一大廣邊 西教新聞英文 那我也就技巧的 運用很多 跟現在環境保護相關的新聞議題 做了我教英文的素材 我發現真的有用 真的非常有用 就是有努力 有試著要去改變 真的非常有用 那這是我自己的心聲 也謝謝今天在場 我的好朋友們 好朋友們 還有親友們 還有真的是幾位前輩 你們真的白忙之中的 後來真的非常謝謝 謝謝 剛才有人說我初衷 就開始追他了 那就是因為收到余麗華小說的影響 性啟蒙太早 那我們結冶確實是40幾年 這個 柔沈一直在一些 這個 她自己有實際生活上的壓力 然後還要照顧這個老公 這個老公唯一的特色 就是余丽华跟余范英都最认同的 Lazy Live Lazy比较好听的话就是叫Lazy Live 中文就是叫冲龙 所以我认为我自己是冲龙的 他们认为我是懒的 那就算了 因为是我在做我自己 我管他们两个干嘛 好我们接下来就请 在等一下的那个签书时间开始之前 那我要再感谢一下就是 我们还有几位贵宾 因为时间关系来不及请他们致辞 像那个国语日报前社长冯继梅 还有梁昌连 杨教授 还有我们那个 集选集的工设计者 我们非常感谢他 他低于市价很多的价格 来帮我们设计这一套 我看不用 我可以不用 三百人没有问题 我是台湾师的 国语级教授杨航天 从资料里显示 我是1930的上海学生 余音女士是1930的 那我比她大学生 结果她反攻大陆 她说她是1929反攻大陆 不干乱想 在我所编写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间 这个留学生的文学 那一阵子非常深 所以在六十年代有两位出世的作家 都是女的 一个叫吉珍 一个叫吉珍 那么两个人有什么东西呢 吉珍芳飞早是三十岁就去世了 那我们余音女士啊 是宗的卯迪 吉珍芳飞早是三十岁就去世了 还有一个同学的啦 吉珍是行 她的这个小说的行是非常唯美 能够引人 那么我认为我的评估 我想我认为她是个合格的一个评论的人 或者说评论家 她太少包了 我认为她的 因为特别在哪里 在她瑞永的一个坚持 因为她是那个时代 跟我们经过战乱的时代 我来说的话 她是九十一生 她可能比我好得很多很多 举个例 我们在中学毕业的时候 那是考大学 全台湾只有五个学校 一个大学就是 你们知道是什么大学 三个学院 一个在台北 一个在台中 一个在台南 还有一个清晨传播学校 而我呢 台南台中会不必去了 因为什么 没有女朋友也很简单 穷得了要死 台大合议上 没有钱教学们 没有钱教学们 只有进这个和平东龙的那一个 管吃 管住 管穿 还有些用钱可以拿 不能进去了 那就完蛋了 那么我们曾经经历过的 极艰难断那个词来 那个时候都感觉了 一天好像好长了 因为会发生很多事 像现在刚好上班 十年就不必了 是不是都会了 所以啊 我一直让我们想到了 与女士的这个作品 非常建设的原因 它能够唤起那个时代的共鸣 同时能够让大家有一个比较 尤其是在这时代的缺点 幽峰到台北 到美国去 不行的啦 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融入他的那个之嘴 你的十分的问题都出现了 所以就产生一种长家回来户不归去的感觉 就是所谓的乡筹 这乡筹是人之共性 我也有过 我曾经在韩国做交换教宗一年 本来我不晓得什么叫做乡筹 从什么里面是毛筹的 突然也是到汉城的城外 去吃东西 听到了杜鹃的教宗 一下子就乡筹来 我在这里干嘛 我讲的是中国古典小说 韩国人柏南 听不懂吧 那跟我们在台湾差的太多了 在台湾上课中一块 看着学生 你就可以看到很灰心的 哎呀 这很过瘾 所以让我会觉得 我到这里来 这不是无聊 赶快回去看中的书吧 赶快回去 回到那个红楼去 这才是一档 这是回归 这是乡筹 人都有的 非常对这时代来说 有一种这个 导正的一种作用 很好很好 另外刚才啊 听到余佑华先生 我有一个戏有提示的 他谈的这个梅根的一代 前面有多久 我和我论人到南京去 在那个宋子文的 以前办公的地方 有一个盘子 中华民国 从1911到1949 表示我们已经亡国了 我们没有亡了 我们到2016还存在啊 只不过领土少了 小的也不少 也不少 所以这就是要命的 所以不晓得各位也没有注意到 最近的一本书很重要 就是这个洛宇军 写的叫做西夏旅 叫做你愿意再去看一个 洛宇军 这个西夏旅官一出来 有个新名字出来 就是后移民 各位 在台湾来说 就是后这名没有错 后移民 我们是不是后移民 我看在座恐怕大多数都市后移民 恐怕我们这后移民文学会出来 会向菲尼克环保一些 我试图让他有关系 特别高兴 特别高兴 杨教授 您是比我铁肩都还要年长的手指 今天 对 您是唯一的一位 跟他年之不相上下 一位 感谢你的出席跟支持 那么请大家再到后面去用点茶点之前 之前 我们还有一位 为了大家的养生 我特别介绍 卢济辉卢先生 你到前面来讲几句话好不好 他代表我们在麻豆堂场 也就是过去叫董爷堂场时代 我的小孩的女学弟 他今天已经勿然有成了 大家晓得全球 尤其在台湾很有名的抗癌心药 不是最近报纸上讲的 生物技术的 那么他的负责人 他又是如机会如先生 你讲两句 那你讲完 我们大家可以吃点东西 一开始签书 那一条这个时间师 对不同的时间 一起我插贪话一下 等于像那个 冠冰讲完之后 我们还要请事情的老板和老板 来接受大家 麻烦一下 宋华 我们也有五十几年没见面了 看到你啦 看到你 这个我们刚才大家都文租租的讲了很多赞美的话 我是见证人 余悠华他从来就不认真 他说Lazy 不是Lazy 我从小我们跟他们的交情 是从民国44年 我父亲在他父亲的手下做事 我们先从大姐讲起 大姐在1962、63年回到台湾来 在台南永康的一个堂场 叫三坎殿堂场 待了一年 那时候我们都很小 可是他回台湾来的时候轰动整个台南县 为什么 他是穿短裤打网球 而且不是打那个软的网球 是打那个硬式网球 看到没他那球怎么长毛 然后 各位又见钟女是哪个女人 就是台南县永康乡三明村三坎殿 那个园区一排一排的大王爷子树 所以那时候我们非常崇拜他 这半个世纪来台湾华人作家当代最出色的 还会发生了个女孩